倒是一步的这个拖吊车是堆叠了两步报废车行驶在线道上 后方还拖着一台轮胎几乎都快脱落的报废车 那么整辆这个行驶是危险驾驶 让后方车辆也看得心惊胆挑 超载的吊车疑似怕被警方查气 刻意避开国道行驶在线道上 后方车斗带着两台报废的汽车 后面还拖着一台轮胎已经摇摇晃晃 快要脱落的自小客车 沿路不时做出超车的危险动作 让跟在后方的驾驶直冒冷汗 车从南投开往南投园林 行驶了两三公里一路摇摇晃晃 严重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警方从监视画面上举证 将依道路管理处罚条例 处于九千块钱以下的罚款 明天载两台再拖一台 实际测量没有超长超宽 超高或超重的情形来举发 也可以依载运货物不稳妥 行驶时嫌有危险来举发 虽然这部吊车没有被警方拦检 不过危险的行为 也被后方驾驶记录下来 远检也将传唤驾驶道案 说明依法开罚 中天新闻南投采访报道 中天新闻南投采访报道